大家好 歡迎來到原石咖啡 我是俊元 今天我們要來開箱的是 自然釉濾濾杯 我們之前有開箱過自然釉濾濾杯 它這個在折折木枝上 那三款 不同顏色的濾杯 那今天我們要開箱的是不太一樣 因為大家看到這個盒子就會發現 跟之前我們介紹的盒子是不太一樣的 這個算是他們一個特殊版本的 柴燒的濾杯 我把它拿出來讓大家看一下 我們看到上面有一疊濾紙 因為這個濾杯我是直接去 台北文山區的小羽咖啡 去看這個濾杯然後直接跟它買 然後我跟它買的時候 他就說這個濾紙放在上面 剛好當成一個緩衝的 防撞的一個材料 而且比較實用 其實小羽他滿重視這個環保的 所以他也不希望說再放什麼氣泡紙什麼的 就是用我們可以用得到的 現有的材料來用 好這個就是他的柴燒濾杯 好這個濾杯的顏色 其實我們會看到 他上面有一些紋路 有一些光澤 有些不同的顏色 甚至有一些裂紋 這都是自然產生的 好那他這個比較深色的顏色 他是有上釉啦 這跟我們之前 有看到一些不同的柴燒濾杯 它是沒有上釉的 他是經過柴火 落灰 然後一次一次的去讓它造成不同的顏色 那這個濾杯的話 它是有上釉 但是它的釉可能是上 一個一致的顏色 但是它有的時候 譬如說比較白的地方 或是產生不同光澤的地方 那這就是在燒製的過程當中 火所帶給它不同的效果 所以像這種柴燒濾杯 可以說是火創作出來的藝術品 那也可以說 它不可能產生兩個一模一樣的濾杯 因為它的顏色 它的紋路 都是獨一無二的 因為每一個窯 它可能放的位置不同 然後每一次燒製 經過這麼長時間 這麼多高溫的這個火的燒製 它是不可能說 剛好有兩個一模一樣的東西 所以這個在收藏上面來講 它就有它的獨特性 所以我們看到它這整個濾杯 其實它的型 跟我們之前介紹的自然釉 濾杯它是一樣的 因為它是用一樣的模子去做出來 那只是它這一款 特別送進去用柴燒的方式來做 所以自然釉的濾杯 我們可以看到它的特色 就是它的開口是50度的 那它有非常多長的短的 尖銳立體的肋骨 那一直延伸到底部 都是會蠻立體的 那它裡面的這個構造上面 會把濾紙 會有一個很好的支撐 那它下方的孔洞開著也蠻大的 所以它會希望說在後段的萃取 不要讓粉去塞住這個洞 造成水流不下去的狀況 那上面一樣 它有做一個外翻的一個設計 讓我們在拿的時候會比較好拿去 比較不會手滑掉了 好所以它其實整體的設計 跟我們上次開的自然66濾杯是一模一樣 只是因為這個柴燒的版本 它會讓整個顏色 紋路 然後它的光澤 都呈現是一個獨一無二的狀態 那其實這個濾杯我們在現場有看到好幾個 真的每一個差異性都還蠻大的 光顏色上有的是白色的部分很多 那像我就到現場去挑 挑一個我自己順眼的 那當然像這個濾杯製作的時候 有小小的變形 所以我也是去挑到一個我覺得 我還可以接受的範圍之內的 所以像這種濾杯它單價也蠻高的 它每一個紋路花紋都不同的話 我都會比較建議大家是直接到現場去選購 因為每一個差異性真的蠻大的 那你要挑到一個你自己真的看得順眼的 所以有時候買這種濾杯真的是看緣分 我們到現場去看的時候其實有好幾個 但是我一看基本上我花大概沒有幾分鐘 我就決定是這一個了 因為看上去整個最順眼的 但是以我自己的標準 就是說它的顏色它的整個紋路上面 我一看就覺得這個我還蠻喜歡的 所以很快的我就決定我要買這個濾杯 所以像這種比較特殊的濾杯 它可能顏色上面真的是每一款都不太一樣 而且甚至差異性蠻大的 我都會建議大家還是到現場去挑 以免說別人幫你挑了 結果你拿到的時候看起來 這個不得你的圓 就是覺得說這個顏色紋路不是你愛的話 那就比較麻煩了 好那我們今天就用這個濾杯實際來沖煮看看 好我們現在開始用這一個 柴燒的自然油濾杯來沖煮 那今天我用的是深焙的黃金曼特寧 也是上個月我們的原始選豆 那我們用的是15克的咖啡粉 那我現在悶蒸30秒 那我們會看到說因為它這個濾杯的開口是50度 跟我們習慣的60度不太一樣 那我們的濾紙都是60度的啦 所以我們會看到這濾紙疊起來的部分 充電起來的部分會比較多一點 好現在30秒了我們開始繼續注水 好那我覺得柴燒濾杯用在深焙的咖啡上 真的效果還蠻不錯的 因為它可以提款給咖啡 更圓潤的口感 那也比較不會有苦澀味 那當然我們會希望說你的蔥煮上面 跟你的豆子上面 盡量就不要有苦澀味啦 這樣是最好 好那最後氣聚上面的幫助 我覺得我們不要想說用氣聚去消除苦澀味 而是說讓它的口感 可能圓潤感更好 甜味更好 這樣子就好了 好那我們現在注水到200克 好我們讓它去滴漏完 好所以我們看到它的速度其實會蠻快的 而且自然又他們這一個設計 下方的孔洞大 然後肋骨又立體 它會讓咖啡的流速其實是 會流的蠻快的 好所以我們現在可以看到 差不多在1分半左右 幾乎就要萃取完了 好那我們就來喝喝看這杯咖啡 好我們用這個柴燒濾杯 來沖煮深焙的咖啡 我覺得它會讓咖啡的甜感更強的感覺 那圓潤度又更好 好所以一杯深焙的咖啡 那有時候我們會沖煮出屬於是強烈的風味 那相比之下我覺得這個是一個比較溫和的風味 好因為它口感上是圓潤的 好但是該有的香氣甜味 它口感的厚實度其實都還是有 好但是我們喝進去的時候 它感覺是很滑順的感覺 好所以說我們同一支咖啡 用不同的濾杯來沖煮 它的呈現出來的差異性真的會滿大的 好那我們今天好用這個自然又的 柴燒版本的濾杯來沖 其實喝得出來 等個咖啡的它的這種圓潤的效果 會變得更加的明顯 所以我們在使用上面 會覺得說它的功能性也是有 但是我覺得柴燒濾杯它最可貴的 就是它的藝術價值 好讓它的整個造型上面 然後讓它的顏色 好它在這個右色的表現上 還有它的光澤紋路 好那自然產生的甚至一些裂痕 我覺得都是一些獨一無二的特色 好那當然這個是我自己 對於濾杯是有非常喜歡收藏的興趣 所以看到一些獨特的濾杯我都會想買 當然還是必須講說 如果你真的純粹以比如CP值 然後功能性上面來講 其實不需要買到這麼貴的濾杯 好但是如果以收藏性來講 我覺得能夠買到一支 你自己喜歡的獨一無二的濾杯 那就是無價的 好這是今天我們跟大家分享的 自然又的彩燒濾杯 之後我們會有更多咖啡分享的影片 請大家訂閱我們的頻道 我們下次見 掰掰